來自南部的直播主開錄影 走進彰化田中的羊肉羹店 本來依次打算要消費 看著菜單 問老闆娘 肉羹是算加什麼 我沒肉羹 沒肉羹 沒肉羹 但是你不是剩肉羹嗎 剩肉羹的肉羹 對 肉羹就對了 肉羹沒肉羹 肉羹不一樣 老闆娘多次強調 他們賣的是羊肉羹不是肉羹 接著直播主又繼續問 沒有掛名就對了 最後直播主沒消費直接離開 後續耿耿於懷 接連抱怨店家說 第一次被人說不是字 直播主的影片引起其他人不滿 轟他抹黑店家 你沒有賣羊肉羹 你又撒羊肉羹 我不知道他會問 沒有肉羹 我不會肉羹 網友紛紛替羊肉羹老闆娘 打抱不平 留言說 自己腦袋當機怎麼責怪店家 期待他親自跟老闆娘道歉 但也有人認為店家態度 讓人不舒服 找到這一間 彰化田中的羊肉羹店 老闆娘不在 店員解釋 羊肉羹跟豬肉做的肉羹 兩種是完全不同的食物 這都有聲音很清楚的 老闆娘比較熱 比較頂 比較直爽 當時直播主多次抱怨店家態度 反而讓民眾替老闆娘讚蝦 當時直播主截稿前尚未回應 而他嘉義民雄住所的鄰居表示 直播主疑似已經搬離 對於羊肉羹事件並不清楚 三立新聞彰化嘉義綜合報導